我怎麼能夠忽視一個 全世界第二大的國家 我不跟它建交呢 那我說我們那麼多傳統友誼呢 它的結論很簡單 Deal is still Business is business 這就說明美國 是對現實的一個議程 我們今天可以講 因為我為什麼很感慨 當年我到政戰學校去上課 我們有那個叫遠朋班 你知道嗎 七八十個啊 中南美國家的高階軍官 政治人物 非洲的都在這邊受訓的 哪個沒有交情呢 中東的 今天淪落到這種地步啊 你還要再講那個 你只要講說 大家隔於國際縣市 建交口不出惡言 人家總統也講了嘛 跟台灣是很無奈的斷交 你今天要展現一個總統的高度 台灣老B很清楚嘛 今天老公這種強勢 你斷交是必然的嘛 我記得半年以前 我在這個電視台有講過嘛 你看他用王毅 用劉潔一這兩個人物 你看他點將你就知道 我們將來外交上很痛苦啊 一個是聯合國的秘書長 是鷹派的 王毅周遊全世界 朋友那麼多 外交部長 他今天要在外交跟國際組織上下手 太容易了 今天他還來報復我們 因為多人支持嗎 你也不看看那些什麼角色在支持呢 對不對 所以 今天我講良心話 斷交這個我不心痛 這種國家本來就無助輕重 無助輕重 所以你這個時候用不著 講那種夜間吹口哨 撞自己膽 我們不能忍讓 我嚴格審查 你審查誰啊 大陸官員不來又怎樣啊 對不對 你想切這些管道 你只會欺負自己人啊